由于在执行上遇到诸多挑战 选举局决定来届大选将不会在疗养院设立特别投票站 当局是在参考了选举官和政党代表的反馈后而作出这项决定 反馈包括疗养院住户难以理解投票程序 以致废票比例高 以及院内投票站的隐私度不足等问题 选举局是在去年的总统选举中首次在疗养院设投票站 当局表示疗养院住户在未来的大选中 可前往被分配到的投票站执行公民义务